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理说着拔腿就跑 能跑多快跑多快 一路穿过雪地 当他飞也式地跑过威力旺卡先生的工厂时 他转身对他挥手高唱 我要来看你 我很快就要来看你 五分钟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条素材是查理中奖之后的一段描写 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中奖后的人物欣喜的心情的 首先 作者写了好多个查理的动作 你都找到了哪些呢 看一看 有拔腿就跑 穿过雪地 拔腿就跑就是立刻抬起腿脚向前狂奔 像一只离弦的剑 搜的一下就射出去了 而且能跑多快跑多快 想想在冰天雪地里向前奔跑的查理 你是不是也跟着着急起来了 第二 挥手高唱 这个唱字不是说 不是喊 而是发自内心地大声地唱出来 可见查理很喜欢很留恋这个巧克力工厂 而且中了奖的他很兴奋 所以他要把自己的话大声地激情饱满地唱给他听 所以呀 我们可以知道在描写一个人物心情的时候 可以多写几个他的动作 就像这个唱字 还有 作者说 他飞夜市地跑过威力旺卡先生的工厂 人是不会飞的 小鸟才会飞呢 这里把小鸟的动作用到了查理身上 说明查理当时的脚步飞快 就像一只正在展翅高飞的小鸟 所以 想要表达你的心情 在进行动作描写时 除了选用精彩的动词 还能把动物的动作用到人的身上 感受了查理的迫不及待 那你会描绘自己的心情了吗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条素材可以怎么用呢 第一 在想要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时候 就写几个自己的动作出来吧 这些动作描写能让你的心情立刻生动地呈现出来哦 比如 要写快乐的心情 可以写你和好朋友们在操场上一起大笑大叫 要是想写郁闷 可以写一个人坐在洞子上 手脚搭拉着等等 第二 你可以把动物的动作用到人的身上 比如在写到一个人着急地奔跑时 就可以用飞也是的了 还可以这样写 你的姐姐停停欲立 走起路来就像一株红色的荷花在摇摆 或者这样写 一个人游式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像一条灵活的鱼儿 最后 请你也露一手 完成今天的课程小演练吧 请你运用动作描写 来表现你开心的心情吧 你可以直接将你的小作品 以语音或文字的形式 分享在我们课程下方的互动区哦 感谢观看 期待你的佳作 坚持打